大家好,我是Dan 9月8号,B2B成员米妮·普尼尔在节目中的发言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节目的主持人问了米妮跟普尼尔 现在已经是大前辈了 应该习惯了后备们来休息室打招呼吧 B2B成员们回答 我们成员们之间有常常说过 因为年纪大了,出道年次也久了 所以就希望他们不要来行李 这个行李文化,行李是碰面的时候 很自然的问候就好 不需要这样故意来行李 真的很想改掉这个文化 呃,行李文化还是不习惯 而且因为后备们都站在走廊 所以去厕所都觉得很困难 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努力 都知道他们是有梦想有热情的朋友们 就算不故意来问候 我们也知道他们很努力 有看到这个的后备们 对我用平均也可以 只用手打个招呼 这样也可以 说得很对,不是说不要打招呼 碰面的时候自然的有礼貌就好 不需要为了什么纪律而让彼此不方便 时代变了,这种风气也要改变 十年次的前辈们这样说的话 应该会有一点点影响吧 真的是很帅的前辈们 不由因为不来打招呼而举接的艺人 这孩子们真的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历代拿下韩国音乐节目最多一位的 K-POP团体前60位 这一位数据是从1981年到2021年9月8号 KBS、MBC、SBS、MNET等 韩国所有音乐节目的 完全提小分的solo等的综合排行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K-POP团体前60位的音乐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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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取笑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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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